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宁县把一个新的发展在我们县上非常明确的规定 就我们从中央政府 国务院到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各地人民政府 实行行政首长复制制 那么也就是从国务院来说是国务院是总理复制制 那么从政治领导体制角度来说 也就是我们去了一个什么 在现在明确去了一个个人负责制的问题 因为我们长期以前都强调什么集体集体 然后就是有些人就含糊了 有些是需要 是的确是需要集体负责 或者它本身这个机关特性就是表现为集体负责 那有些需要是本身应该突出领导个人的领导责任问题 但是呢它制度上它并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 那么应该是我们八二年宪法做了这一番明确的规定 那么我按照这个东西我们来划分一下 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间 所以你也可以明确看到 比方说我们的行政机关 还有我们的军事机关 就是国家中央军委 它是非常明确的实行首长负责制 个人负责制 那么我们的其他机关 比方说人大 人大好远它是个集体 因为人大是一个合议制机关 是一个合议制机关 它不是由个人来军 所以他的责任制 内部的领导体制 那就是一个集体负责制 那么法院司法机关 那除了法官独任审判 我们法院审理案件都强了什么 审判庭 何一庭 他以何一庭的心来做出裁判 不是法官个人裁判 所以他也是一个集体负责制 检查机关比较特殊 某种意义让他手长 比方检查长他的处于一种 他既有包含集体的 比方说有那个检查机关的 检查委员会的设置 体现成集体 但是呢 检查长 他又具有一种 某种的领导地位 这是一个我们关于 集体负责和个人负责的问题 我们简单补充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到第三 第一节第三个问题 就国家机构的历史严格 国家机构的历史严格 当然又包含了 从内容来说 我们应该包含 比方说我们建国初期的国家机构 建国初期1949年 根据工农纲领规定设置 我们设置的国家机构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体系 然后根据我们的第一部宪法 就1950年宪法 规定了我们的国家机构的设置 那么这到75年78年 那我们这里主要简单谈一下 82年 因为什么前面它这个 它这个历史延续下来 变化过程 我们看书看一下就非常明确了 那么从我们 这个受益制度建立 从一开始到目前 应该在我们的国家机构的 这个发展变化中间 因为这个过程中间 它做出比较重大的改革的是什么 那应该说是82年宪法 尽管我们现在来看 比方说宪法中间 可能有一些规定 有一些方面的表述 不是很清楚 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因素 就刚才我们讲到 比方说关于中央地方国家机构 职权的划分 它用的那个术语 规范性不是很强 但是总体来看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 我们现在回顾 回顾历史来看 82年宪法 对我们国家机构 它的这个 在国家机构的组织上面 它做的确做出了一些重大的改革 那么这些改革至今为止 实际证明这些改革是 卓有成效的 当然它有些可能还没有达到 预期的所希望的效果 但都觉得这个改革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所需要的可能是在这个基础上 进一步的改革的问题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82年宪法的主要的改革 最重 应该说风量最重的 主要是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上面 对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上面 就是我们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这个做了很多改革 那么这个改革呢 我们把它内容可以列为五个方面的 第一个是调整全国人大的职权 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全国人大 你一年只开一次会 一开一次会开了十几天 现在一般都是开十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他就开十天会 而且他的代表人数有两千九百多人 那么这样的就 你很多 你不能把大量的工作交给他来做 只能把最重要的工作 由全国人大来承担 比方说幻界 幻界学生的国家 其他国家机关的组建 国家的宪法的修改 基本法律的制定 那么他有一部分职权 就给他缩小了 然后特别 八二年下体现什么呢 特别重要的是 怎么来发挥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的作用 那就加强常委会 那么怎么加强呢 两个方面 从职权上给他加以扩大 从组织上来加以强化 那么第一小点 我们讲职权 那最明显的是立法权 立法权和宪法监督权 原来没有 原来这个立法权 按照五十年宪法规定 全国人大是唯一行使国家 立法权的机关 常委会没有立法权 那实际证明我们的立法共同 大量的可能还是需要 由常委会来承担的 还有宪法的实施 怎么来保证宪法的实施 那么不许常委会监督权 当然现在看来 宪法监督可能很多工作 是由常委会来承担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一起 这个联合意义上的 宪法监督的案例 就是说 常委会还没有具体行使 他的监督权来 对违宪行为 做错 决定 当然 这是外边表现 但内部并不是说 他一点事情也没做 他肯定 可能做了很多 但是没有按照 宪法法律规定的动作 在外部形的表现出来 那当然这个扩大职权 肯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如果讲 我们的人大的进一步改革 那可能还有一个 进一步的 对常委会的职权扩大问题 第二个呢 加量常委会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 那么这个在我们县马 这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 也有做了一些新的规定 这个我们后面再包裹 比方说 关于常委会组织人员的监测 不能坚认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 检查机关职务的问题 权力机关对其他机关监督 这个监督大量的工作 应该是由常委会来承担 那么你规定常委会的成员 不能坚认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 检查机关职务 豪欧委员是有利的 而这个东西 是什么时候贵家80年宪法 原来没有 所以这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第三个 真是全国人大的委员 专门委员会 就是你要发挥人大作用 那么人大的 包括人大的立法 人大的监督 人大的对 包括对财政 财经 财政经济 政府的财政活动监 它也需要有专业的这些方法 比方说 不能光是开会在做 所以它需要有内部的委员会 来进行大量的工作 那么委员会的加强 第四个官代表 代表的权力 增加 最典型的 就是增加规定 人大代表在人大各种会议上 发言表决不受法来追究 这以前没有 而且还 即使这样我们八二年新法规定这个东西 实际上还经常出现 一些地方的 这个行政机关的 违法来追究 追究人大代表问题 人大代表提出批评意见 还是追究 但现在这个情况就少起来了 第五个是年格 全国人大的任期和会议制度 这个我们现在 一个 从形象我们看 我们现在的人大 尤其是全国人大 每年全国人大开会 全国人大的任期换届 都非常正常 但你在八二年之前 包括八二年本身 我们八二年宪法是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 那八二年宪法通过的时间是哪一天 1982年12月4号 那大家想想 也就是说 意味着在1982年的时候 我们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是在哪个月开的 是在年底开的 这个1982年不是三月是十二月 我们现在人大是什么时候开的 都是三月开的 说明什么呢 以前是不固定的时间 那你想想看 人大的资源里没有一下 审查批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多到年底了 他来审查批准 那么年底批准是不是批准第二年呢 那我们的财政年度 计划年度是自然年的 没有单独 像西方有的国家它有财政年度 财政年度可能是每年三月四月 或者几月份开始的 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从1月1号开始到12月3号 还有包括人大来审查批准计划 包括政府的预算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和国家预算 钱多用完快来再来审查一下 那么你现在我们的人大认期 会议多在三月份 这是不是反映正常化 那么这个正常化实际上 也是和我们82年宪法 是有明确的关系的 因为82年宪法 它非常鲜明体现了 关于人大认期的正常化 人大安时换机和人大会议的 正常举行问题 在82年宪法通过以后 通过以后 我们全国人要修订了 原来我们的全国人的组织法 这个全国人的组织法 就明确规定 全国人的会议在什么时候召开 每年第一季度 所以这也是因为82年宪法的改革所带来的 这个我们讲 因为它重点是在权力机关建设 所以这个方面 它内容比较多 我们给它例取的第一点 包括了几个具体内容 然后几个方面 我们再看看 我们就不展开了 比方第二个大方面 就恢复国家主席的建制 因为文革中间 75年宪法 把国家主席取消了 当然也不是75年取消的 刘少奇被打倒 被整死了 就没有主席了 那75年就把这个确定下来了 第三涉猎中央军委 这是国家中央军委 这也是一个重大改革 第四就是总理副制 在总理副制 同时还设立了一个 国务院设立的审计机关 现在我们讲审计监督 每天审计监督的尊重 非常非常重要 但大家也发现一个问题 每天审计的报告 都有很多问题 揭露审计监督都揭露很多问题 但是呢 他又不明说 不说哪些机构哪些部门出现问题 就只是一个笼统情况 报告给大家 那么审计后面的后果 所以有人提出 那审计机关 是不是应该给它放到人大 不应该政府 你这个在政府里面 它的监督就 它的左右就会受到了 很多人有的说被抵消了 被抵消了 但是呢 不管怎么做 从这个制度本身是82年线完才开始设立 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第五个是因为最高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现任制 所谓现任制什么 就是规定最高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他有每 当然一个 首先他有借 一借每借任期的 每借任期五年 因为我们的全国人呢 开始 那么其他机关都是任期五年 国家主席军委 中央军委国务院 都是五年 那么问题是 你这一季当完了 你可不可以连任啊 可以连 那你是能不能无限的连任啊 可以无限的连任 原来那就是什么 领导 最高领导的中分制 但我们八年线 明确规定是 连任不超过两届 连任不超过两届 包括了 国家主席副主席 国务院总理副总理 国务委员 全国人大参会的委员长 副委员长 还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没有包含的就是 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因为军事委员会是一个武装力量 武装力量的领导 它有它的特殊性 当然还有一个东西 在法院检察院都指的 院长检察长 这是法院检察院 当然有它的特殊性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讲 你说法院院长 是不是一定要有任期 连任限制 是不是我们发现一个法官职业化 法官终身制 那么院长是不是也应该可以终身认识 那这是可以讨论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制度上来讲 他把院长检察长 作为领导干部 那领导干部就不能 你的连任就要有限制了 但是副院长 副检察长 我们就注意一下 副院长副检察长是没有任期的 没有换戒之说的 那当然到时候他要调整 可能年龄到了要下来 或者新的提拔 但他不像人大政府一样 他五年一戒 五年一戒 法院没有戒的 只有那个院长检察的有戒 接下来 关于那个是地方政权的 就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 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 那么地方政权的建设里面 当然也包括 比方说 规定特别行政区 当时因为 香港还没回归 但制度设计是在八年性的设计了 到97年香港回归 那这也是地方政权制度一个问题 特别行政区制度写进宪法 还有我们的民族区域制度的完善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只列了一个 就是说在地方政权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改变当初的 我们从那个50年代后期开始的 一直延下来人民公社这个体制 就农村人民公社的政权合一体制 然后把那个取要了 因为原来人民公社以后 那人民公社它既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 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的我们的集体经济是什么 原来那个时候 从50年代 五六年代 所以就改了完成以后 一直到 改来开放之前 农村的体制 人民公社 下面到生长大队 再到生长小队 生长队 它是三级所有制 那生长队 生长大队 那是经济组织 但公社 本身它既是经济组织 它又是政权的 又是基层政权 叫政权合一 那么这个巴黎 现在把这个改了 就是恢复 公社还存在 那公社你就作为 集体经济组织而存在 不再作为有政权的功能 那么单独设立了 基层的 恢复了相和政的这个 在五十年代 所有的改造完成 也是五六年之前 一直存在 这是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是吧 这是关于八二年宪法的 这个 关于国家机构的改革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进入到第二节 就是国家元首 国家元首 这一节呢 当然从我们国家 我们的主要内容是 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 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 那么因为我们的 国家主席的设置 实际上在国家制度上来说 它涉及到的就是一个 国家的元首制度问题 所以我们这里 觉得标题 就用了一个国家元首 那么什么是国家元首 那我们这里给它做一个概括 就是 首先它是国家元首 不是指某一个人 它是一个机构 那么它是整个国家机构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 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基里来说 这个部分 它是起来什么作用 它表现为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国家 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国家 它都有一个制度 代表制度 这个代表制度不是指代表大会 那个代表制度 代表选民 这个代表制度 不是代表人民 代表选民 是代表国家 由谁来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了 这么一个制度 代表国家的尊严 代表国家国家权利 代表 那么在现代国家 它的这个元首制度 它的一般具有这么个特点 我们讲 对内对外代表国家 怎么代表 我们讲 第一 它在国际关系中是代表国家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代表 所以它具有最高的外交权 第二 在整个国家机构的体系中间 这是它对内 怎么样 对内 它是国家的首脑 国家首脑 对内代表国家 对外代表国家 你比方说 比方说 我们的这个法律 国家的法律的制定 内法机关制定法律 然后这法律要付诸实施 生效付诸实施 那它公布 由谁来公布 那西方国家 议会国会内法 内法说国会公布了 不是了 它有一个代表国家的 来公布 把这法律公布于众 来付诸实施 那是国家元首 因为它是国家首脑 是吧 那么第三个呢 当然 你不管它对内 是对外 那它具体是什么 做哪些事情 那就是 它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宪法 来行使 援助制权 那援助制权是什么呢 就是对内 对外代表国家 是吧 对外代表国家 比方说 派遣大使 会见外国使劫 我们那个 中华人民 我们国家和外国 比方说 派出某一国家大使 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 这个大使谁任命呢 大使当时常委会 谁当大使常委会 但是派谁派出去了 国家主席 人家外国大使来就职 那也有主席来回 为什么 主席出了 因为他是代表国家 一个主权国家的 人家大使代表主权国家呢 他来递交国书 那么我们也要有个代表主权国家 去接受这个国书问题 所以这都是代表国家 是元首之权 还有一个 元首之权非常重要的是什么 武装力量 因为武装力量是国家的 武装力量 那由谁来统材 统权武装力量 对内统权武装力量 是典型的元首之权 那你说武装力量 你比方说你说 人家代表大会 那权力机关 最高权力机关 那武装力量很重要 能不能用人大来统权 那西班国家议会统权武装力量 都不是这样 都是国家元首统权武装力量 英国 名义上 武装力量元首 国王统治 皇家空军 皇家海军 当然距离指挥权肯定是 还是在内阁这块 政府这块 这因为他这样 至于国家首脑地位 至于行使元首之权 所以他享有国家的最高荣誉 最高荣誉 他因为他地位尊敬 这是一个 那么 据理说 据理到元首制度怎么设定 那么各个国家 他不完全一样 那么元首制度也表现很多 特点 我们这里给他画了两种 就是两种划分 一个 一个和我们比较有关系的 就是一个 你按照元首行使权力的状态来划分 他行使元首制度 但是这个元首制度 究竟是他 他是实际的来行使 还是程序性的行使 所以呢可以分为实权 实权元首和虚位元首 是吧 有没有 英国女王 国王 统权武装链 他肯定是虚的 美国总统统权武装链 那就实的了 那时候元首制度 是有虚有实相关的 那 再一个 以元首本身的组织机构为标准 元首的组织机构 他是一个人来担任 还是两个人来担任 还有几个人同时担任 那么分为单一元首和集体元首 单一就是个体 集体的可能是一个共同体 两个人以上的一个共同主体 为什么讲这个 就我们传统上参与来比较强调集体 一讲到元首也是集体元首 似乎个人就和我们社会主义体制不相符合 但现在我们既然在政府的体制 我们都可以强调行政首长副制制 而这个副制制这个是有重大的行政责任的 那么在一个元首制度上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来个人的 而非到集体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我们的国家主席 我们的国家主席制度 我们的国家主席制度 中央人民共和主席 这个主席制度的严格 我们这个建国初级也有一个主席 建国初级的主席 我们注意他不叫国家主席 叫什么建国初级 毛泽东最初担任的主席叫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就是根据共同纲领来设置的 我们中央机关 那么这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它是一个什么 就是它是我们建国初级 在政协庇议会期间的 是一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我们的行政机关 当然政府叫政务院 那么司法机关叫最有二人民法院 还有最有二人民检查署 法院检查署 这个它都是从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 那么建国初级的主席 毛泽东这个主席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那么这个元首呢 那他是不是 不管主席叫什么主席 那么中央人民 是不是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就是我们的国家元首呢 不是的 因为建国初级它有明确规定的 公众纲领的就是明确强 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是我们的集体元首 强调是它是对外代表国家 对内领导国家政权 就是对外代表国家 对内领导国家政权 这是就是元首啊 但是这个元首 它明确赋予说 不是主席 而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那当然在这个里面 主席是具有重要的地位 你也可以说 你是个集体的元首 但是呢 有些职能的行使 它可能是由主席来行使 那么我们后来50年宪法的 国家主席呢 制度 实际上我觉得 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 当然也是受 和这个建国初级这个影响 受这个影响 嗯 嗯 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这个 我们这个主席制度啊 所以我们这里列了一些 那边当然认识情况 那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主席毛泽东 那副主义包含了 朱德刘少奇宋庆 李继生 张蓝高岗 高岗 高岗 所以当着高岗的地位 是蛮高的 但有共党的 还有民主党派的 那么从50年开始呢 我们设立了国家主席 不是原来那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从50年宪法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变成行政机关了 因为我们那个50年宪法 通过它的前提是 我们已经建立了 有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 那么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来行使的是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事情 我们的权力机关已经有了 那么我们的行政机关呢 就改叫 从政委改叫国务院 作为最高行政机关 而国务院它又属于我们的 中央人民政府 所以这时候的中央人民政府 它就是一个行政机关的概念 和建国处理不一样 那么你国家主席 这个主席 你就不能再给它放在 那个中央人民政府里 因为中央人民政府 那个它的领导人 它是总理了 所以呢 单独设立国家主席 但是呢 50年宪法设立国家主席以后 我们这个元首制度 是不是那国家主席就是元首呢 不是的 因为这个呢 在当时的50年宪法 这个宪法的 刘少奇做的 宪法草案报告里面 明确说明确做了说明 就在我们设立国家主席以后 我们这个体制啊 就是我们就去列了 是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和国家主席结合起来 行使国家元首之权的 这么一个集体元首制度 也就是50年宪法确定是集体元首 因为这个在宪法草案报告 也就是它解释明确说了 我们这个内宪的 制宪的时候 这个意图就是这个 那么主席的地位是什么呢 它是集体元首 然后它个人表现 就是它是一个代表 单约的表现形式 这么一个情况 集体的内容 单约的表现形式 但是构成这个制度本身呢 不光是主席 还包括了常务在里面 包括了常务 那么在 到那个75年 我们这个主席 国家主席制度被取消了 就当时文革中 刘超习被破碍之时 那后来又碰到林彪事件 就那个原来召唤世界人 为了这个林彪事件 林彪这个 出来这个 而当时说 林彪这个集团的政治纲领 就是要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呢 虽然开始把他当为副统帅 但后来发现这个不对了 那这个是警惕了 那这样呢 你 在75年林彪是个 当然 在筹建世界人大的时候 但毛泽东想 但是不能 还不能把林彪放了 放了去 那所以把国家主席给拿掉了 干净不放了 不拿了 不设 那就好像主动一些了 那然后我们78年宪法 应该还是围绕 前席了这个 就没有恢复 82年宪法也恢复了 重新恢复国家主席 这里我们又立了 这个50年以后的 国家主席的社情况 最初是毛泽东主席 然后这一届人 朱德副主席 到二届人 刘少奇 那朱德 因为刘少奇当国家主席了 那朱德就当委员长 那么副主席包括了 宋庆龙董碧伍 来自二届人大到三届人大 那么这样 我们按照82年宪法 我们来分析我们的国家主席的时候 我们这里给他做这么个表述 就是我们的观点主张呢 就是国家主席就是我们的国家元首 就是我们的国家元首 他说对内对外代表国家 然后在我们的国家机构 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这个东西我想应该 这个宪法理论上曾经是有争议的 但我想现在应该是争议不大了 但虽然在各类教科书的表述 可能还不是一样 不完全一样 在最初或者多数的教科书 还是多数研习了五十年的这种解释 把我们的虽然恢复国家主席 但是呢把元首制度呢 仍然解释为集体元首 仍然解释为集体元首 那么主席呢 只是集体元首的代表 就是还是我们讲五十年那个体制 集体的内容 但一个的表现形式 有主席作为代表的出现 但是呢很快我们就发现了 那么你在表述这个集体内容的时候 就要出现问题了 因为五十年宪法很清楚啊 国家全国人的常委会 国家主席结合起来 新式元首制 那么八二年那个宪法和五十年宪法 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比方说有一个重大区别 国家主席不再统帅武装力量 因为我们讲 武装力量统帅权是典型的原则之间 不管是民意上还是事实上 是吧 而我们八二年呢 我们是把这个 武装力量领导单独画出来 成立了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 是吧 就是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 来领导武装力量 是吧 那么你这案 延续五十年宪法规定 那么你国家中央军会主席 是不是元首啊 他就带来这个问题了 你说他不属于元首范围 那么武装力量的领导 他又纳入到国家制度之外了吗 那显然不行了 然后还有 你说把全国人纳常委会 纳入到集体元首范围 那么全国人纳呢 因你法律的制定 基本法律是由人纳制定的 你一般法律常委会制定 国家主义公布 那基本法律人纳制定 国家主义公布 那人纳是不是也是元首了 然后你比方国家制度换届 总理 国务院总理又怎么产生 总理是主席提名 人纳批准 主席任命啊 那不是常委批准嘛 那么你 人纳 全国人纳有批准和不批准 总理的人选 那当然他也不是元首 他难道也不构成集体元首内容吗 这样在表述集体元首里面 出现了几种情况 有一种表述 延续五十年宪法 全国人纳常委会 国家主义结合起来 兴致元首治权 那么另一种表述 全国人纳还不行 常委会还不行 还有全国人纳 全国人纳 全国人纳常委会 国家主义结合起来 兴致元首治权 还有一个最广义的 把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 包括进来 那显然这样 这个意义上 你把中央机关都放在里面 除了司法机关以外 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以外 放在里面 来构成一个集体元首 来强调一个集体元首制度 它究竟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它没有意义 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强调 一起固守这个集体元首制度 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个人元首 单元元首 无非这个元首 这个它不是一个实权元 是一个虚位 就是它不参与具体的 国家事务的管理 那么这个问题 应该说我们 04年宪法修改以后呢 又有些变化 为什么呢 04年宪法修改 我们在国家主义职权里面 增加了一项内容 就是国家主义 这个代表国家 进行国事活动 进行国事活动 国家事务 国事 这个国事主要对外 对外 那么似乎主义的这个对外 代表国家这方面又强化了 那是不是更应该可以把它称之为个人元首 实际上我们在媒体宣浪上 现在已经比较多的用元首这个概念 我们的主席 比方说我们习近平主席出访 参加国际会议 那习近平主席和 比方说和俄罗斯总统会 和其他国家元首会谈 我们有时候用这个词 叫做两国元首 那也就是我们这种已经在媒体 宣传媒体上已经承认 主席就是个人元首 而在宣传媒体上承认主席是个人元首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从九十年代 和那个 就是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从我们江德明前面 在吴景道总统之前 江德明 这个 江德明总书记 他来兼 他来兼 原来我们指的总书记 肯定是 党的军委主席 国家军委主席 但最初呢 他是不兼国家主席 就国家主席这个职位 人选和军委主席 人选是可以分开的 从江德明总书记 兼国家主席开始 这一年开始 人大换届 我们的媒体在宣传 介绍我们的宪法的国家机构 体系中间 从这个时候就把国家主义 称为了国家元首 以前没有这个称呼 以前只是在理论界 宪法理论学术界正义 到底个人元首 基地元首 我想这个 这里做个说明 所以我觉得 也就是从 这个媒体宣传 报道角度 也已经认可了 主席就是我们的元首 也就是个人元首制度 这里我们下面 那两条理由 我觉得我们就不展开了 就来国家主席的地位 和职专表明 它实际上是国家的代表 第二个主席 根据全国人大 进去唱会的决定 行使治权 它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我国 元首制度的具体特征 它的特征特殊性 但并没有表明 这个元首制度的构成是什么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 为什么有个人和基地的争议呢 背景什么呢 82年当初修改宪法的时候 在82年的宪法 修改草案 草案 当时我们这个宪法草案要公布 公布 有全民讨论 公布的草案中间 关于国家主席的规定中间 它的第一个条文表述 和现在不一样的 当初的表是什么呢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对内对外代表国家 这是草案的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规定挺好的 但是可能在当时来说 可能认为太超前了 那么最后全民草论 征求意见 后面到最后定稿 把它又改了 改了在现在的宪法文本中间 关于国家主席 关于国家主席的规定中间 它的第一个条款 已经当然不是这个了 它第一个条款 就是我们现在宪法第79条 讲主席副主席 有全国人大选举 然后 在关于国家主席 这一节的规定中的第三个条文 就是第81条 81条规定什么呢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去受外国使劫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派遣召回驻外 驻外全民代表批准和 废除同外国地级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也就是说 它在对外 它原来说对内对外代表国家 把对内拿掉了 只保留说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 这是对外的 对外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 变化 是因为当初这么一个修改 你就说 是不是先把修改的时候 把主席作为个人元首 这个给否定了 是要强调一个 我们这个集体元首问题 强调集体元首问题 这个我们关于元首的制度我们说一下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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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